这是一座诡异的房间 玻璃房内坐着一位神秘的接待员 而此时监控的背后 正在有人偷窥着屋里发生的一切 二溜子不小心拽掉了门把授 意外变成了个磕肚盘 没办法 大伙找接待员寻求帮助 而打开门的那一刻 让他们彻底的慌了 鸡哥分头找线索逃出房间 老灯在书里找到了一把螺丝刀子 而大理威威却注意到了书上的名字 尽忙跑过去将刻度调到了四五一 哪成想不但门没开 还触发了屋子里的机关 整个房间瞬间变成了大烤箱 排风扇随即启动 室内的温度也是骤然飙升 王帝娟娟开始情绪失控 最功劲大理威威发现了墙上的线索 果然按下背垫墙上意外出现了个出口 但必须保证同时按下六个 通通口才能彻底打开 黑子打第一个先钻了进去 而此时的屋内还剩下三个人 这时大理威威想起了饮水机 经过测试 果然一杯水的重量刚好能压住机关 随后二溜子和眼镜开始疯狂接水 而当接到最后一杯时 水突然没了 这时屋顶的吊灯开始喷火 二溜子集中生智 想起了自己的小酒壶 急忙倒入杯子 但喷灯落下的最后一刻 俩人迅速钻进了通风口 这是一场挑战极寒的密室游戏 房间是经过特殊处理的密闭空间 而想要从这里逃出去 他们必须找到门上的钥匙 小眼镜不小心突发了机关 制冷机开始飞速运转 室内温度瞬间降到了零下三十度 老灯在狼头的指引下找到了根鱼杆 大李薇薇在北极熊的嘴里找到了强力磁铁 回去后将磁铁绑到鱼线上 竟然掉出了个大冰筷子 而出口的钥匙就在其中 这时大伙提议用打火机去烤 眼镜上前捡起来刚要走 结果根儿好家伙 成功送走了第一位 随后受到惊吓的几个人 硬是用体温将冰块给雾化了 就在打开逃生门的一刹那 冰面开始炸裂 最后还好有惊无险的都逃了出来 来到第三关 这是一个上下颠倒的台球厅 脚下是天花板 头顶是球桌 出口处没有门把守 球桌上又恰巧少了个黑巴 这时大伙分头行动 结果干儿 天花板意外掉了一块 而脚底下就是万丈深渊 最功劲王帝娟娟爬上吧台 找到了个密码箱 这边大力威威也拼好了墙上的密码拼图 可输入后的密码竟然是错的 房间是颠倒的 那密码应该也是颠倒的 再次尝试 果然打开了密码箱 拿到了台球做的门把手 而此时的天花板也只剩下了最后一块 王帝娟娟一个倒挂金弓 门把手竟意外的掉了下去 来不及多想了 直接掉了下去 捡起把手直接撇给了黑子 此时天花板再次掉落 王帝娟娟顺势抓住了电话线 最终命悬一线的他还是体力不支 好家伙成功送入了第二位 第四关死亡实验室 五分钟内找不到出口 几个人都会被毒气给毒死 老灯找来了几张X光片 懂手语的二溜子看出了这是心电测量仪的缩写 可大力威威此时却像变了个人 发了风势的砸起了监控 几个人来不及多想 这边黑子给老灯做起了心电测试 心率130测试失败 拿起除震仪给老灯直接电到了220 可还是失败而老灯呢也成功的被他给折腾走了 物极必反高频不行那就一定是低频了 于是黑子尝试静坐降低心率 果然最后成功的打开了通道 与此同时毒气也放了出来 大力威威中毒倒地 只有二溜子跟黑子俩人成功来到了下一关 拿成想刚进来俩人就中了致幻剂 只眼珠子也大了 手指头也变长了 可解药只有一只 俩而随即大打出手 最后二溜子险生 独自一人来到了最后一关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通往胜利的大门 上手一碰 竟然触发了机关 整个房间开始收缩压紧 而能看见的线索全都是手指头 有这么指的 那么指的 但所有都指向了大噪坑 蜷缩着钻尖缺 这才逃过了一劫 一蹶一拐地走出来 二溜子终于见到了幕后黑手 原来他专门设计游戏供富人观赏 而他更是想左右比赛的最终结果 就在他想勒死二溜子的紧要关头 大力威威及时出现 一枪放到了操盘者 原来大力威威砸坏所有监控后 利用氧气罩呼吸 趁清躺人员不备 将俩人成功KO了 这才有了之前发生的一幕 为此驾驶特意严施一手 密室逃生向穷顶 沿路不适看风景 做人时常要自行 天上不会他掉馅饼 打扰了